好 盈盈啊 她们怎么还没来呀 这都几点了 什么意思呀 那个路上堵车 估计晚上就来了 外面 我是真的很喜欢应勤 她爸妈是小学老师 人家里都挺好的 应勤这孩子也特别好 在上海有工作 有房有车的 主要对我还好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们两个在一起很不容易的 你一定要支出我 话这么说 那你也不能委屈了自己 要不然以后到他们家 你腰都支不起来 是啊 论规矩啊 都应该是南方先上 你方家的门 我们这样八卦地赶过来 会不会被人家看清见了呀 就是 你看这都几点了 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这几个意思她这是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别多想了 因为我跟盈勤 不是都在上海吗 大家来这儿方便呀 是吧 我看看 看看 月琴 来了 月琴 月琴 好 好 好 来 散开 叔叔 您来了 抱歉 抱歉 来晚了 堵车啊 堵太厉害了 是吧 没关系 叔叔 你喝水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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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颖琴这孩子是 重点大学毕业 又在大公司上班 看着就文气 稳重稳当 难怪我们家盈盈总是夸她 盈盈也不错吧 年纪轻轻的 已经当上店长了 可不是吗 我们盈盈啊 她小就时尚 喜欢谁呀 就掏心掏肺地对谁好 我和她爸常说 谁要是娶了我们家女儿 那肯定幸福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对殷勤呢 要求是很严格的 第一成绩要好 要有出息 第二呢 要讲道德 不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放纵自己 分不清对错 殷勤做得很好 也很成功 你看看 高级工程师 一个月三四万的工资 是不是还有 项目分成什么的 像她这样的成绩 一般的年轻人 真的 没法比的 我们女儿也不错呢 都说啊 女大十八变 家里邻居啊 都夸她长得好看 收入也不错 凝勤啊 你最近刚刚涨了工资 还有那个提成和奖金 不不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我听说应勤已经向我们家 已经求婚了是吧 是啊是啊 所以啊我们就商量着 把你们请过来 对 我们大人一起商量商量 他们俩的婚礼 我们是觉得呢 既然是同乡 那就在家乡办吧 将来要再比上海办的 便宜了不少 再说亲戚朋友来呢 也方便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建议没有 我觉得 时间上呢 我觉得那是越快越好 过完年就结婚 没有必要让任何人 说出任何的闲话 我和老印呢 我们的积蓄都给印勤 买了房子了 说实话 我们真的拿不出什么闲钱 现在是新时代了 用不着讲那些老套子 因此 拼礼上呢 我们真的只能是意思意思 嫁妆方面 你们随意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要求 而且我觉得 婚礼呢 还是办得简单一点 用不着 搞得那么复杂 不是演戏演给别人看吗 我还找人 去看了看他们俩的八字 咱们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发情节 结婚 吃饭吧 来来来 边吃边吃 来来来 动筷子 动筷子 妈 你尝尝 你干这咖啡 我就是看不惯他妈那种态度 说好了两家一起商量婚事 凭什么都听他们的 时间 地点 请多少周 都是他们说了算 我看他们根本就不尊重营运的意见 他爸还好说呢 他妈难伺候 是啊 他儿子优秀 我们女儿也不差呀 凭什么什么强的 我们林一个黄花大闺女 肯做他们家的人 他们也得知足才是啊 妈 行啊 没事 应勤都说了 以后是我们两个自己过日子 他妈不可能天天跟我们住在一起的 就忍一段时间 我们结婚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个傻孩子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回家的门还没进呢 就这么看清你 这以后的日子你可怎么过呀 你妈说得对 结婚那是一辈子的事 你可得想清楚了 婆媳关系出不好 以后有的苦都吃 可不是你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就是喜欢应勤 她妈现在虽然不喜欢我 对我比较严厉 但我相信人心都是肉掌的 只要我对应勤好 好好对待她妈妈 她早晚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 你想得太简单了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爸爸妈妈支持你啊 这孩子也还不错 吃饭的时候 还挺顾着你啊 给你夹菜 也还能跟你说话 有她在 爸爸也是不放心了 店长 新进的咖啡到了 您过去看看 好好好 爸爸咱们先坐一会儿啊 给我看一下 这怎么合家 我们应勤以后肯定会受欺负的 算了 这婚不结了 婚不结了 婚不结了 喜欢的 咱们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 应勤这样的条件你哪儿去找 认认吧 就这两天 婚礼办完了 我做婚夫妇都回了老家 上海也就剩下燕燕和小燕俩两宝 对不对 她她公婆再厉害 她还管不上是不是 别胡说 认认 大不了 你和燕燕生孩子的时候 你来伺候 只要不住在一块儿 咱们女儿吃不了苦 只要咱们条件不如认态 这就算攀到高枝了 只要我们爷爷在上海以后能扎下来 挨头就挨头吧 是不是 只要心里能过得好就行了 你说 我们下期再见